1974年 全球第一部手机诞生 从此通讯步入无线时代 但是当时的手机没有屏幕 原本打给哥们的电话 却打给了妹子 或许会引来一顿臭骂 或许会产生爱情 1983年 世界上出现第一部 但显示屏的手机 号称大哥大 有人说他除了能打电话 他就是能打电话 直到电子娱乐出现 前辈贪食蛇也紧随其后 那你 什么前辈 简直就一吃货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 娱乐需求不断增加 手机屏幕也在不断进化 那这种改变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说材质 起初的STM屏 它功耗小 省电 但是画面对比不低 图像残影 可视度还不下 TFT屏影像清晰 画面流畅 色彩丰富 但是非常耗电 像吸血鬼一样 将手机电量快速吸干 直到 IPSP出现 烦恼解除 清晰度 可视度 色彩鲜明度 空前发展 而且还更节点 色彩方面 有256色的惨烈不断飞跃 现在达到1600万色 还原清晰 足以突破天际 再来 手机屏幕 三寸屏 我们只能看到一条小鱼 四寸屏 尼玛 全都可以钓鱼了 五寸屏 这 这哪儿啊 奥巴马 你怎么看 起初 在320x240的屏幕里看图片 你只能眯起眼睛属格子 但随着高清时代的来临 手机屏幕 也进入到高清1080P时代 一位天才说过 经过我短年的研究发现 300PPI的屏幕 是现代手机 最奢华的相数点分布 打扰一下 按照最新Find 5的屏幕参数 Find 5已经高达441PPI了 No It can't be 没错 Oppo Find 5 1600万色 5寸 441PPI 高清1080P 超级屏 开创视觉 新体验 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屏幕的不断更新 或许会变成这样 哎呀